姐妹们 我买了这么多年的内衣 我居然才发现 1688才是真正的内衣天花板 低价 好穿 颜值又高 很多大品牌 包括毛宝旗舰店 包括实体店的代工厂 都来自毛六八八 真的不像是二三十块钱的东西 又是赤巨子帮大家淘了 四件1688的内衣 咱们就来一个小开箱 看看这次的内衣 有没有踩雷吧 一款是一个兔儿雷斯法师文胸 哇 它是一个这种带包装盒 开吵它是这样子 它是个兔儿 我摸想像它超级的丝滑柔软 我好多年没有摸过这种手感的胸店了 它是这种超薄的兔儿背 非常轻薄舒适 而且很显瘦 通气是这种软雷斯的面料 不扎人 它底边这里也是没有做钢圈的 一整个无痕设计 舒适显瘦又高颜值 正适合追求显瘦无痕的微胖宝宝 一样吧 是一个日系无痕甜心内衣 颜色是一个贼好看的奶黄色 搭配这种抽褶的蝴蝶结 精致又好看 还装送了一种防滑肩带 做一个抹胸穿法 小漏相间 双重防滑 上薄下后 带透气孔的一个胸店 非常的舒适 轻浮 稀罕透气 聚冷捧下水 加换餐液也能很好的收下素 很适合追求聚冷的小胸宝宝 第三款是我超爱的那种果冻文胸 超级舒适的手感 摸上去跟云朵一样 日常在家穿真的舒服爆了 但我买它其实是有这个小心机的 它不是普通的无痕内衣 它是那种 稍微有点外扩的 很显胸 修盛的针织杀杀 可以拿它做一个打底 由A到C 轻轻松松 过去的那个内衣 它都是往前聚冷的 可是这种 它是往外扩的 就会显得你下面的腰 超级的细 就是S型曲线 拍照的贼好看 第四款是一个提拉小胸 聚冷的胸 整个上手的感觉也是非常舒适的 面料也是这种 非常丝滑亲肤的 在这个位置呢 做了一个双层的提拉带 它能够代替那种 普通的裹动胶条 这个上薄下厚的胸边 很聚冷自然又服贴的胸型 加宽侧也能好好的收腹乳 这款就是很适合那种 不喜欢穿戴钢圈 但是同时对上托 防下垂和聚冷效果 要求比较高的姐妹 好了朋友们 本期视频就到这边 就全部结束了 如果喜欢的话 记得给我点赞 投币弹幕 收藏转发评论哦 那么我们谢谢大家 拜拜